爆米花一个小盘子或小碗 各位加一点蜂蜜 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你有堕胎 用一杯爆米花 加一点蜂蜜 替他们供福哦 那些被堕胎的小孩 很容易超度 所以义工菩萨帮忙准备一下 你不要说 我没有堕胎 所以我不用拜 你太不慈悲了 我是男人 所以我不用拜 你很不慈悲哦 这个全 所以各位你修行一定要 什么叫空 不要为自己想 满脑子想的别人 缅甸众生 有些人天生怎么想 都说我我我 他已经习惯养成我我我 所以佛要叫你修空性 不要再我了了 我老公 师父我儿子 师父我的脸 师父我的家庭 天天在我我我 所以佛陀是要用这个空性 打破我执 你执着我 我老公 我儿子 那你就没有悲心 所以你要修持悲心 首先你要有空性 金刚经 心经 任何的般若经典 就是要消除这个我执 你不能说我我我 你只要想着众生 就变成一个功德 解决你自己最好的方法 就是解决众生的问题 你儿子不乖 那你好好去照顾那些不乖的小孩 那些流浪 那些被抓去关了 你儿子就乖乖了 你去照顾那些老人 愿可怜的老人 你爸爸就健康了 你去照顾那些孤魂野鬼 你祖先就超度了 这佛教讲 放大蒙伤 放厌口 布施给恶鬼道 祖先超度 这是无法避免的因果 念一下 善有善报 对对对 为众生就是为自己 帮助别人就帮助自己 不需要求 不需要求 如果你还要求 代表你很担心 不圆满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花莲中心 举办八冠灾戒 护生 点腕灯 供腕水 药拱 即慈悲时时法会 宫勤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 4月1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地点 花莲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学生活动中心 地址 花莲市建国路161号 点了地址 03-8311-1673 03-8311-1673 03-8311-167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米超过整个地球的食物 超过整个地球的水 来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你怎样 祈愿 大乘佛教最重视的教 来 愿力思想 地藏本愿 观音本愿 要师本愿 大乘佛教 所以你有这个愿 那这个水就变成这么多 所以他讲 养愿十方三宝 此杯加此这杯水米 此水此米 可以普遍布施到法界所有众生 地狱到恶鬼到天道 通通布施了 如果法界还八卦 佛 阿罗汉 圆觉 通通菩萨 通通供养了 所以稀获饱满 不是说一点点水 然后他们就吃到了 每一个众生都觉得 整个世界水都给他的 而且喝完水以后 同生极乐 吸正菩提 共振菩提 目的是为了这个 一点点水跟米就可以做到了 所以各位念一下 法力不失意 佛力不失意 佛菩萨的功德力不可失意 这叫大乘佛教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相信的 也不是一般人他会想做的 他想不可能不可能 一个杀人魔王要往生之前 有信心念阿弥陀佛 会不会去极乐世界 哪怕一个念头 他所有的念头都在啪啪啪啪 突然有个念头是好 一念乃至十念 他就超度了 他就去极乐世界了 佛力不可失意 所以帮人家注念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活的时候不相信 死的时候帮他念 其他宗教 佛经有说 地藏经说 一个灵命中人 不分宗教 在死之前 还是刚死 那个时候 宗音生听到一句佛的名号 菩萨的名号 经典的四个字也好 或是一句话 他听得到 他就不会堕落地域轨道出神道 所以各位 念佛重不重要 你要跑到巴黎铁塔 跑到任何一个 没有佛教的地区 所以我只要 天主教 回祝教徒 我都会进去念一念 念一念 他们都在求生天 但是 我们把大悲咒念给他 心经默默地放在那边 回向给他们 他们都可以脱离三个道 因为地藏菩萨所说的 一佛名 一菩萨名 一记句 众生听闻 哪怕众生生 皆得脱离三个道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有 百分之一百的信心 那有信心要慈悲啊 要念给别人听 对吧 你不念给别人听 所以各位 缅甸人那么多 走来走去 你要默默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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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地 从呼吸里面 就听到声音 让走过你身边的 所有缅甸人 所有回教徒 所有印度人 所有美国人 乃至市场那些 死掉的鱼 要被杀的鸡 你走过去了 你走过去了 他们就会这样子 脱离三个道 因为你很慈悲 所以各位 现在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要经常去慈悲 再来 静三叶 就是让我们的身口意 不执着 安住空 空不是没有 空是 我有眼睛 但我不好色 这叫空 没有解吗 我有嘴巴 但是我不骂人 这叫空 这叫清静 我的嘴巴 只有劝人家好事 讲实话 念佛 这个叫空 空不是没有 你有钱 但是不是拿钱 来赌博 来做坏事 这个钱来帮助众生 这个钱来扶持三宝 这个钱叫空性 不执着 你有感情 但是你不执着 把感情变成慈悲 那你很快乐 各位女人 如果你很执着爱情 执着先生 执着太太 太痛苦了 执着就是自私 占有意 控制意 报复 吃醋 那这种感情 太痛苦了 空不是叫你不要有感情 是你把感情变成一个观音菩萨的慈悲 你要学习以爱自己儿女的方法 爱自己父母的方法 去爱所有的生命 不分你是猫狗 天主教 基督教 都是我爱的对象 这个叫空性的感情 叫大慈大悲 简不简单 开始做吧 修行不再一逛看佛经 你要去实践 很勉强 比如说前面有一个人 你不认识 你好累啊 不想跟他讲话 不行 不慈悲 祝你健康 要这样想 然后你要勉强你自己慈悲 今天你要睡觉了 蚊子又来 你真想打死他 这个是习性 这是我们的习性 不行 吹口气 愿你超度 不要叮我 要我这样 把手拿出来 叮手 不要叮脸 叮脸不好看 要摄影 要叮手 还分左手右手 要打手印 不行啊 叮另外一只手 但是你还是要对他慈悲 你不能说 蚊子你好讨厌 这样 你讲蚊子你好讨厌 你就破菩萨界了 菩萨不舍弃 任何一个生命 菩萨不讨厌 任何一个众生 所以叫菩萨 所以各位 受菩萨界难不难 很多人都随便受受 那也不错了 有受总比没受好 但是你受菩萨界 也要告诉自己 你也想 不舍弃任何一个友情 记住 每个友情都是妈妈 都是爸爸 你是回教 你是杀我的 我都不会舍弃你 我一定要帮助你到解脱 这个叫菩萨界 如果你舍弃 这个人 我是佛教徒 然后他这个人 败坏佛教 我连他都舍弃 讨厌他的话 我自己就破菩萨界 我必须先隔离他 保护他 不要让他去伤害别人 但是我不能说 我心里讨厌他 记住这个 记住 你不能说 我学佛 我天天拜佛 我老公还有外孕 那个女人 那你已经破菩萨界了 特别我们出家人 我们大乘的出家人 每一个人都是受菩萨界 你受菩萨界 你不能讨厌任何宗教 你不能讨厌 跟你教派不一样的 像我在放生 很多人就找警察追我 连那个人我都不能讨厌 我放生回向给你 希望哪一天 你也懂得这个道理 这样就好了 他骂我 我也是回向给你 因为我不能讨厌你 我不能舍弃你 哪一天你也会了解这个道理 这一辈子不了解 至少下辈子你也会了解 知道吗 我一定要度你 我不能说 你早点死吧 不要来防我 那我就破菩萨界 这个重点一定要抓住 所以那你才有空性 你才有悲心 虽然我们理想希望修空性 但是甚至上很困难 你不到真正的八地菩萨 还不知道什么叫空性 所以但是为了如此 所以我要持重 透过佛菩萨的 陀螺灵的加持 至少我现在要 要放蒙山 要施死 我现在保持 空性